哈喽大家好,我是龙儿 这期影片讲 连作爱丽同学第八话 有话山调的剧情与细节 接续上集 爱丽接下古山的挑战后 两人回到学生会 会长同业 正在为学生议会的事情苦恼 因为就快断考了 大家都忙着读书 而且辩论的主题 明显就是要让成为学生会干部的人 必须经由教师推荐 前几集有提到 学生会人手非常不足 只要学生议会表决通过 自己毫不容易挖进来的政绩 就有可能会被退出 随后为了保住珍贵的人力 同业决定让两人好好准备辩论 暂停所有学生会的工作 画面来到教室 正进和爱丽正讨论着作战会议 爱丽突然问 你和古山同学交情不好吗 听到正进原本和古山相处得不错后 爱丽感到有点难过 因为自己 正进被认识的人展现敌意 即使很明显古山就是来乱的 正进也不可能没有受伤 看着他有点憔悴的模样 爱丽很想安慰他 但却不知道要怎么开口 因为自己和正进搭档 正进不仅被认识的人敌视 还有和前搭档有希和灵奶的关系 虽然正进没有表现出来 但他们之间肯定会有一些矛盾 一想到这里爱丽感到很害怕 正进为了自己付出了那么多 自己到底能回报他什么 看到爱丽突然不说话 正进连忙关心他 动画中爱丽只有说明天会加油 然而在原作中其实还有一段非常甜 堪称本集精华的剧情被删掉了 爱丽突然问正进 你有没有希望我做的事情呢 因为气氛有些严肃 正进想搞怪一下缓和气氛 那就这样好了 希望你温柔的抱紧我 并轻声的示爱 杨益母性让我无法自拔 这什么变态的要求啊 正进本以为爱丽会生气拒绝 甚至都做好了被扇巴掌的觉悟 然而爱丽竟然答应了 就在正进还搞不清楚情况时 爱丽绕到身后抱住了正进 背后柔软的触感 让正进不小心发出怪声 在正进惊慌失措时 爱丽还将手放在他头上 轻轻抚摸着他 随后整个人抱着正进 将脸轻轻贴着正进的脸颊 用耳语小声的说 对不起和谢谢 以及不要离开我 听到爱丽悲伤的声音 正进的内心直接被爱丽抓住 难过心痛愤怒 正进被心中各种强烈的情感驱使 左手紧紧握住爱丽的手 右手轻拂他的头发 用非常坚定的声音告诉爱丽 我们一定会赢 即便对手是古山 只要和你立下这个约定 就一定会实现 我不容许任何人打破 听到正进的誓言 爱丽放开正进 有点坏心眼的说 既然你认真拿出干劲 也不枉费我回应你的要求了 爱丽像平常一样 露出得意洋洋的表情 原本认真的气氛 也随之缓和下来 随后两人离开教室 正进在心里下定决心 为了实现和爱丽的约定 即便让古山再次落泪 自己也要打败他 和过去没有目标的正进不同 这次他会拼尽全力 来守护对爱丽的诺言 回想起刚才的爱丽 正进终于搞清楚 自己会选择爱丽的理由了 他想保护那个 看起来很傲娇 实际却非常脆弱的爱丽 看着眼前的爱丽 正进小声的又耳语说 我不会离开你 唉 动画为什么把这么甜的剧情删掉啦 与其花大量篇幅来做 看起来很闹的议会 还不如拿来做这段 两人感情神闻的剧情 看了这么心仰难耐的故事 这时候就轮到我们的夜晚好伙伴 红犀牛登场啦 在上次的出白之心后 这次又来推进一款超级厉害的玩具 日本新生戴女神石川灵的杯杯 Plan B出脸之心 内部构造是以出脸第一次的紧实包覆感来设计 加上超级你真的外观 让你用起来就好像在跟石川本人战斗一样 再加上包装内不仅有玩具 还有石川的签名卡专 而且只要现在购买 就有机会抽到石川灵亲笔签名 和亲自存印的相框 买一个就能获得一张电子抽奖券 如果胖贝贝被发现会很尴尬的朋友 还有我们的大白鲨 特殊的外形让你直接放在桌上也没问题 而且不要小看他 大白鲨的强度可是有普通贝贝的五六倍 独特专利技术为脉冲震荡 原本是为了帮助有升级障碍的兄弟 不料舒服过头变成大人的玩具 现在只要输入我的优惠码 就可以限折300 而且只要加入红犀牛官方DC群 还可以领取50元购物金 不限结账金额使用 赶快点击下方链接 把石川灵带回家吧 来到议会当天 辩论对手之一的奶奶亚 向正经打招呼 就像外表一样 奶奶亚是个辣妹 脸上化着淡妆 连穿制服都能穿出自己的风格 而且她的打扮都会刻意挑战老师的极限 只要再华丽一点 就会被骂 另外她的金发并没有特别去染 而是因为奶奶是美国人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细节 这一幕其实就是奶奶亚在安排 等一下议会时的暗装 画面来到会场 对于考试迫在眉睫的学生来说 还有这么多人来看辩论 就可以发现 古山的人气其实非常高 大多数人都是为了看她 打破花瓶而来的 不过我想看完后一定会有很多学生后悔 来这里浪费时间 这场会议中比较不同的是 在正近问爱丽有没有异后 原作中还顺便问她旁次的颜色 另外辩论时台下的位置其实也有许多细节 负责演出的西医大府公开的设计图中有提到 正近的朋友意汉光流 很烹长的坐在第一排的最左边 而除了一二排的学生是用手绘外 之后的学生全都改由用3D制作 在古山发现矛头不对落跑后 这场被称为闹剧的议会就这样画下句点 其实我也不是不了解古山的心情吧 她的想法就像是尼克的CP快结婚时 突然被NTR了 换作是我一定也会生气 不过我觉得动画这段 应该还要再加一个红鼻子会更好啊 之后有希为数不多的剧情 动画几乎没有删减 甚至还加了几个有希的福利镜头 值得注意的是 林来手上写着综艺的扇子 是333老师参与制作时想出来的 本人还表示很期待把它变成周边 画面来到讲台 爱莉问正近 为什么你不选有希而是选我呢 正近提到是因为对有希的愧疚 动画这里原创了正近小时候离家的场景 对正近来说 正领学院学生会长的位置 原本是交给他的课题 然而他却离开了周房家 把这个课题丢给了妹妹 正因为这种罪恶感 正近才会无法拒绝有希的请求 因为感到惭愧 所以不管做任何事都没有成就感 将所有的责任丢给妹妹 自己在背地里轻松的周旋 正近觉得这样的自己非常卑鄙 听到正近数落自己的发言 爱莉的心里纠成一团 她很想安慰正近 但是她知道自己并不了解正近 不管做什么感觉都很肤浅 爱莉讨厌这样无能 只能默默听她诉苦的自己 这时正近突然告诉她 听到正近的话 爱莉发现 自己的存在成为了正近 积极向前的动力 脸颊瞬间红了起来 随后正近问爱莉 为什么会跟她参选时 爱莉用俄语说的那句话 中文是因为是你 这里无论是动画风还是阿尼晚频道 甚至连小说都没有翻译出来 我想这是为了让观众自己查后 被爱莉突然发疼 甜到受不了吧 而听懂这句话的正近 只能故作镇定 装作听不懂 实际上心里超级慌张 而之后爱莉公开自己的情报 你们觉得爱莉是偏F的E 还是偏D的E呢 这集爱莉终于进入选战的主线剧情 监督也难得发文说 大家都拼尽了全力 但我觉得这集没有做得很好 删掉难得的高堂剧情 花大量篇幅来演出一场被称为闹剧的辩论 虽然后面还是有发糖 但以一部连来翻来说实在是不够多 动画风这集下方的留言 也是普遍觉得 议会的部分做得不好 搞得那么盛大 结果却是来搞笑的 而且重点是 有戏跟马下的戏份也太少了吧 好了以上就是这次的全部内容啦 喜欢记得订阅分享 我是龙儿我们下期再见